! 不要逼著自己要活得像別人眼中的樣子 我相信你用心過也努力過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或運氣走在自己或別人的期待上 一時失意不要自暴自棄 不要做無意義的悔恨 這樣會讓你產生負面的情緒反應 而讓周圍的人不再相信你 就算一時輸了 也不要忘了迴向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 只要你能繼續承擔責任 你將越來越強 中文字幕提供 嗨!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強尼 是一個在台中街頭出沒的Uber新手試機 每週反映最基層的街頭經濟 這週是2021的38週 從9月13到9月19日 目前疫情警戒還在維持二級 街頭經濟看似微溫但又相對保守 還在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階段 一年一度的中秋烤肉活動 就在這種氛圍下被禁止了 不過還好 還沒像今年端午節時 連板箱都被禁得要好了 至少板箱過節不會被當著溫神 怕你又帶病毒回來 而用一樣的眼光 瞪著好多了啊 這時又一次集會計程車產業的無奈啊 平常用車需求少收入不好可以理解 但連價錢到處用車需求大增 收入卻也沒有好多少啊 原因是中秋有四天連假 方價錢中藥街道都塞車嚴重 連一公里的短單都要六分鐘才能到達 五公里也要花半個小時啊 就算客人叫車不停 一小時也跑不到三百啊 來 司機們 辛苦啦 是的 司機大哥們辛苦了 這週是從9月13到9月19 這是各項的細節報表 提供參考 需要再截圖哦 這週上限五天 總收入是10634元 上限46小時 其中有18小時車上有客人 每小時時薪約229元 總共服務了78個行程 客單價約在136元 總共跑了646公里 其中有334公里是有計費的 空車率約48% 遊資約1131元 佔收入的11% 因為每週上限的時間不同 收入當然會不同 也因上限時段不同 也有不同的收入 我們再來看看一天的平均 也和疫情影響最嚴重的6月一天 平均做比較 好的 6月每天收入約1482元 用了8小時20分 這週平均每天是2127元 每天平均9小時16分 金額成長了43% 但時間也多用了11% 6月時薪是186元 這週是229元 成長了23% 6月每天約10個行程 這週每天約15個行程 有50%的成長 6月每天平均跑108公里 這週則平均每天跑129.2公里 多了19% 6月每天游資 195元 佔收入13% 這週游資是226元 佔收入的11% 有19%的效益提升喔 這週有幾個數字值得討論 車上有乘客的時間 雖然有明顯的提升 從6月的25% 提升到這週接近40% 但看起來有部分是因為塞車的原因 因為收入並沒有同步比例的增加 行程數明顯增加了50% 但行程單價確實衰退了有5% 不過整體看起來 確實有往好的方向發展的 希望就如疫情的狀況越來越好 甚至可以往一級警戒的方向買進 盡快恢復正常囉 我們下週見 謝謝 線長 發展 x3 x2 神他 靠nsinn 我們역宣家 衝Est 閆 恢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